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GEMOBI上手统计学第七章特别导读的第三个部分 也是关于Sign Theory的最后一部分的说明 在第七章的后半部也就是 7.4到最后7.6他介绍了 二箱分布常态分布还有各种 在 之后的统计方法经常都会 遇到的 几率分布 那这些几率分布 那在电子书因为是静态的展示 他有 他在这里都有用很多 统计图展示书 当你 设定好 这个几率分布的参数 这个 几率分布的图形 会是长什么样 不过呢这个 这样的图形 虽然有GEMOBI的套件可以 去 做尝试 但是呢 对于 对于还不够熟悉的同学来说 会 比较困难 一些 所以呢 我是推荐同学 可以用 用Sincerely的第3章的 这个 这个 几率分布的单 单元来去 做深入的 认识 那在这个单元呢 他将 所有的几率分布呢 都 都 都分成了 间断几率分布 以及连续几率分布 这两类 那大家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先选好 要 去 看哪一类的几率分布 然后再从中去选择 其中我们特别要看的 几率分布是什么 例如二项几率分布就是 间断几率分布的 一种 所以我们选好之后再从这边去选 这边就可以 看到 可以去 设 我们可以去设定 这个二项几率分布的 参数 那在 第7章 7.4 这里我们 他这里有展示了 一个 参数N 这个二项分布的参数N 等于 20 然后一次试验的 出现 出现一种事件的几率是6分之1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 把它 做一个调整 就是把它改成20 然后这里p改成大约是 0.16 或0.17 好 那这个图形 各位可以看到改的时候图形就会发生改 改变 那因为呢 他的这个图形受限于 他的这个 他的 比这个 坐标轴比例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 他在 他在这里 他算不像 7.3 这样子 有很明显的 这个最高峰出现在 0.4 或3 或4的这个地方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基本上这两张图 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 设定一些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你要 更改 这个N或P的这个 参数 然后进而去更认识 二项分布 这个分配 他的这个参数是怎么去 影响这个分布涨的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 各位可以 可以再 再从 Continuous这里去选择 Normal Distribution 你自己可以再去更改 这个参数 然后去看看 怎么样会变成跟 这几个示范图 一样的 那同样 也可以从7.6 他这里就只有大约介绍到 像卡方分配啦 T分配 各位都可以从这里去 选择 选择那个 机率分布 然后你看看 怎么样可以调整成 跟 这个电子书 一样 示范的 图形 好那希望这段 示范解说影片对各位同学的学习有帮助 优优优独播 两个